大家好 歡迎收看金牌特派 殺害女保險員 還分屍主食的主嫌陳金火 已經在101年12月槍決輔法 陳金火在槍決前 最後又說了什麼 陳金火死刑要不要再上座 那國的那國人性 那沒有了 那不是人 死刑犯陳金火槍決輔法 卻也留下一宗懸案 東海大學國貿系夜間部女大生許瑞芬 遇到陳金火同樣以介紹別人投保為藉口 要許瑞芬晚上8點多到機車行談保險 從此失去音訊 民國80年陳金火 當時的第一家機車行 就開在台中新新路的這個位置 不過當時只是一層樓的平房 不像現在已經做了改建 而就在當年3月1號晚上 許瑞芬是接到了陳金火電話 要求來到機車行裡面談保險 所以許瑞芬當時騎了機車 就停在這個地方 女大生許瑞芬生活單純 也沒有交男朋友 她的失蹤 所有證據都指向陳金火十分可疑 不過一據當天沒看到許瑞芬 撇得一乾二淨 你們這樣子避問下去的話 我就自殺給你們看 那當時他的家屬也感到 家屬跟親友都感到派出所來 也當時也質疑我們這個辦案不合程序 那當時我們苦於說證據薄弱 也只得放人 警方在84年85年以及87年都有測謊 每次問到有沒有見過許瑞芬 知不知道他的下落等關鍵問題 結果顯示都是說謊 陳金火三次測謊都沒通過 卻因為找不到許瑞芬 完全沒轍 那警方當時在懷疑她的時候 苦無證據 但是每查謊她一次 她就搬家一次 陳金火原本在新興路27巷 開設了機車行 許瑞芬失蹤案被警方盯上 機車行不斷搬家 從榮錦搬到大甲 再從大甲搬回到榮錦區 第四次搬家的地點 距離許瑞芬失蹤的位置 不到300公尺 民國92年 陳金火的機車行 再次搬回了台中新興路上 而就在發生的殺害 以及分屍女保險員的命案之後 陳金火被判了死刑 而他的四成龍建築呢 經過了兩次一手 也成為當地知名的店家 陳金火為什麼這麼說證據 竟然是平衡有殺人 交往朋友要注意 為什麼要注意 注意什麼 為什麼要注意 我還想不到說 年後竟然她還敢做這個案子 都完全一樣 說法都一樣 民國92年12月7號 女保險員小文突然失蹤 家屬和同事 著急找了好幾天 都一無所獲 根據手機通年紀錄 小文最後是來到機車行 跟陳金火談保險 原來半年前 小文曾經到過了機車行拉保險 陳金火經常介紹生意 讓小文幫忙客戶辦理機車保險 就這樣熱絡起來 這一次家屬趕到了機車行 陳金火卻說 臨時有事改時間 小文沒來過也沒看到她 急著要撇清關係 明明也算是熟識 陳金火的表現太奇怪了 後來家屬在附近的超商 發現小文的機車 再透過監視器 發現小文進去了機車行之後 就沒有再出來 證明陳金火說謊 決定報警處理 小文失蹤的第五天 警方來到機車行搜索 看起來整理過的環境 根本什麼機震都找不到 警方只好說對 這時候 資深刑警無尾意 他是越想越不對啊 機車行收拾得太乾淨了 不合常理 決定 舌板擴大搜索的範圍 機車行的一二樓 還是沒意狀 而且都是雞油的味道 來到三樓 沒了雞油味 卻聞到了一股淡淡的臭味 吳偉意心頭一驚 就是這個味道 起先我是 有聞到 一股 濕臭味 不是很濃的濕臭味 然後我就先敲那個水塔 我沒有先翻開水塔 我是先敲水塔 我發現那個水塔 跟一般的有裝水的聲音不一樣 也沒有想這麼 就打開那個水塔這樣 然後就是有一股 濕臭味就出來了 然後就跟我們小隊長說 謝謝在上面 你丁桃了 水塔裡發現了兩袋屍塊 就是女保險員小文的屍骸 證實這是一起 駭人聽聞的分屍案 原來小文在7號的晚上9點多 赴約到陳金火的機車行 談保險 他一到 就被陳金火聯手學徒廣的牆 先用銅軍神勒昏 再輪流性侵 最後以美工刀殺害 我相信這個射性保險員 他還是有自解 他還是有感覺到 因為他所有的那個 他那個屍塊 有那個雞皮疙瘩 他有那個雞皮疙瘩 可見他在做刮的時候 一定是非常的痛苦 我們沒有辦法 而且受到驚嚇 所以他才會有那種 雞皮疙瘩的出現 關於這一點 後來在法醫的鑑定報告中 也獲得證實 死者是因為窒息 以及出險性休克死亡 也就是說 在兩人切割小文的身體的時候 他還活著 我從來沒有看過說 一個人被殺了以後 所有的皮肉都被刮 刮得一乾二淨 而且 整個一個身體 被從他藍腰結斷 藍腰結斷以後 有幾個比較重要的部位都 遺失不見 譬如他腰部下來到腿部 這段子宮不見 胸部也不見 被丟棄 不知道丟棄在哪裡 他的肉比較滑 都分析了 肉反肉 他還在這裡 一日法學區裡面 一日法學區裡面 像骨頭的巴巴放水桃 我們就是去那裡割 如果沒有割那種 等於本作生育 也沒辦法割 濕袋的內層 找到兩枚陳金火的指紋 另外 陳金火的徒弟廣德強 他在案發的隔天 把死者的手機和筆電 賣給了通訊行 金戒指也拿去盪 鐵證如山 分尸案真相大白 陳金火卻始終否認殺人 你問他的時候 問到重點的時候 他如果說不曉得要怎麼回答 怕他一回答出來的話 他可能生命會不保 所以他為了要保住他的生命的話 他會思考一兩三分鐘 然後他眼神會正視著你 他看著你 看你下一步 接著要問他什麼東西 然後他正視了 他臨時了三分鐘以後 他突然跟你講一句話 我不知道 三個字 敗過這樣 非常狡猾 有一個同事去監獄 借訓他的時候 他有跟我講說 他看到陳金火的眼神 也會讓他起雞皮疙瘩這樣 警方上午就到看守所 借題嫌犯陳金火 和另外一名關係人陳火爐對職 陳金火為什麼這麼多證據 你還不承認你有殺人 交往朋友要注意 為什麼要注意 注意什麼 為什麼要注意 面對記者 陳金火還是否認犯案 甚至說交朋友要注意 案子 他是被廣德強拖下水 他和殺人案無關 甚至說出了一句話 自己吃了人肉 當時火爐上的尖肉 是廣德強處理的 吃肉的時候 也不知道何人有關 後來 陳金火是食人魔的傳聞 迅速傳開 你不要來又吃人肉 你不要吃人肉 我滾地都有錢過的感覺 好像在吃烤肉汁那樣 第二就是 他為什麼要把他切一塊一塊 是有保存的效果 因為外界都在懷疑他是不是有吃人肉 那我們就問他一句 你到底有沒有吃人肉 他回答一句就是說 吃素的跟吃荤的味道都是一樣 就是沒有什麼差別 那我們以為他說 那我們以為他應該是有吃 但實際上事後他又沒有坦承 他又否認 陳金火這句話 吃荤和吃素的味道都一樣 可是讓警方大驚啊 因為同樣是保險員的 許瑞芬失蹤案 其中 許瑞芬就是吃素的 不過 警方卻苦無證據破案 就在陳金火和廣德強犯下 女保險員小文命案 在人證物證環環相扣之下 民國96年9月 陳金火死刑定宴 許瑞芬失蹤案依舊無解 警方和律師雙管齊下 緊急向最高檢申請借訓死刑犯 檢查總長罕見的批准了這項請求 也成為陳金火在伏法之前 和外界最後的談話 見面的時候 我大概 剛才陳金火在當時 我覺得他是很冷靜 而且他的眼神蠻銳利的 那所以呢 那時候呢 我大概講了半個小時 他完全沒有回答我一句話 他那時候表示沉默 然後甚至他還在中間 要考我的 他就要問我說 那你認為我殺了幾個人 我說我 我不知道啦 但是我在夢中看到你 你有傷害了三個人 兩個女的還有一個小孩子 他那時候表情很訝異 然後看著我沒有回答 眼看就要突破陳金火的心房 突然玉芳拿出了機器錄音 陳金火拒絕再談許瑞芬 話題回到有沒有吃人肉這件事 我問陳金火說你到底有沒有吃人肉 陳金火說有的我有吃 他真的有吃 可是他說是廣東牆弄給我吃的 這是他有承認 我有再問他求證一次 所以後來我也知道說 那索方裡面講 朋友跟我說 陳金火他看到滷肉飯 看到白斬雞 那看都不看了 後來後期他入獄之後 在索方等待執行的時候 他都吃素的 他不吃不碰肉的 該死就死 我做的我就會承擔 那我不會寫字 請審判長幫我寫信給死者家屬 我要跟他道歉 民國101年12月21號晚上 兩人臉色蒼白 全身僵硬 被髮緊拖著走到了刑場 陳金火沒有遺言 一槍伏法 只是家人想要找回許瑞芬的希望 似乎更渺茫了 許媽媽她有去信這個佛教 之後心靈得到了慰藉 那這幾年來 比較不像案子剛發生時候 那麼的焦慮 小文在遇害的時候才28歲 以慘無人道的方式被迫結束生命 家屬心中的痛 又該怎麼填補 這是台灣食人魔陳金火的故事 有任何想法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記得訂閱台灣大搜索頻道 按讚留言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是金牌特派 下次見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7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勾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